我们首先来看 美国所对台湾军援的3.45亿美元 美国按照国防授权法案NDAA 这个有讲到在10亿美元的金额以下的军援 授权美国总统来动用 这个是经过美国国会通过的 美国讲过要拨3.45亿美元给台湾 那就是这些媒体报纸上所讲到的 就是变成MQ-9A MQ-9A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5分9A是高空无人侦察机 可以飞24个小时 原来它是从MQ-1 经过改良之后变成MQ-9A 那台湾买了4架MQ-9B要2025年 也就是这个两年之后才开始交机 开始训练到2027年 等到训练完成回国成军 大概要4到5年之后 那这个MQ-9A 我们看出来 这个是个高空无人侦察机 很清楚 这边还有卫星 卫星这个导控的天线 下面还有挂油 这个是副油箱 这并不是飞弹 大家看起来好像这个是飞弹 其实不是 另外它的进气道在这边 刚好被这个水平尾遮住了 然后出来之后 后面的是个螺旋甲 在这个地方 螺旋甲的进气道在这个地方 进气道 这不好看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刚好被遮住 这个 它有效如果 再没有贺载 就是这个外挂的这些 Paylor之外 这些Sensor之外 它可以飞行 这个24个小时 如果挂满了 大家知道 上面一共有6个挂载 这边左上个挂载 右上个挂载 加起来有6个挂载 如果挂满的话 那只能飞 12个小时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的如果最大航程可以飞6000公里 那这样的话 作战半径 你除以2 它将近是3000公里 这个可以看出来 它的空手管在这个地方 是算第一代的 那美国给我们这些 它是说也包括了训练 但是问题是 以后的这些补给 保修 系统件 你要用哪些的 搭配哪些的侦查 而且要从它本来 这个MQ-1 到MQ-9A的时候 是属于攻击型的无人机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攻击型要改为侦查 那你换掉 整个火供系统要改为 而且你要哪些的感测器 是要空用雷达 还是核生孔进雷达 还是电子光学征照系统 还是电子参数 雷达参数的接收系统 你要看 下面这个感测器 非常的清楚 感测器它挂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被遮住了 那是感测器 看你要哪个感测器 还是要对海搜索雷达 你要挂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搭配啊 那改装的钱谁出 训练的钱谁出 系统件备份件 要定期更换的领补件 谁出 后勤保障谁出 最重要的 这是卫星导控 那卫星导控系统 卫星导控系统的 你要租的频繁跟频补 这个钱谁出 电子下面拜吃了午餐 它给军援 在MQ-9A 但是问题是 后续的这些费用 还多着呢 那要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盘算 那原则上美国给的 这个是热机 因为现在美国还在用MQ-9A 那第二个 美国要军援 它原则上 我们可以看乌克兰 不会给最好的 如果给最好的 那F-35最好 空中加油机 两型的空中加油机 C-4洞 RC-135空中加油机 KC-135 KC空中加油机 都不错的 有没有给我们 等等 有没有帮我们台湾来发展 军事人造卫星 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它不会给你最好 但是它给你线上 毕竟MQ-9A 美国还在使用 这个天理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还有一些相关的行政管理费 还有训练人员的出差 差旅 还有它的这些耗材的费用 要谁出呢 交通等等 这个牵者的因素 我认为 他们都要来跟这边来协商 来协谈 要弄清楚 这个我们可以知道 这MQ-9A的最近媒体一直在报道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刚开始设计的时候 MQ-9A是属于打击型的 我们从这一张图看得出来 他们下面就挂了这些雷射导引弹 很清楚 这不就已经挂了这些飞弹了 它的鞋楼架 原论上这三个鞋楼架 包含鼻轮 它是不收的 感测器在这个地方 你要搭合成拱进雷达 还搭电子光学系统 还有对空搜索雷达 还要对海搜索雷达 这个很清楚的 这卫星导控制非常清楚 另外一个 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了 它的进气口在这个地方 它是涡轮螺旋甲 涡轮进去都要经过涡轮 涡轮带动这个螺旋甲 涡轮的螺旋甲 不是网副式发动机 网副式的螺旋甲 是涡轮螺旋甲 曾经有一架MQ-9B 在黑海被 因为乌克兰战争 被俄罗斯的苏凯27 因为扰流 还是其他 在空中有一些动作的关系 它还有对它喷油 造成它掉到黑海 但是黑海很深 没办法去打捞 把大家MQ-9B的海上卫士 所坠毁的那家把它捞回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空中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MQ-9A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还包括空宿馆 那这样子 中共的话 它也有大批的 这个马上央视 它就播报了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东部战区 第71集团军 它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演习 登岛的演习 它就马上透过那个影片就出来了 很清楚嘛 表示对这一方面 它是有一些立场 有一些政治跟军事的立场 所以它把那个影片就播出来了 播出来之后 隔天也就是7月30号 它就又有共击跨越中线 到台湾的临街区 跟训练空域在这么活动 那海上也有些动态 实际上中共在军事动作上面 是会加强的 我们知道这个两岸 很多在军事上 当然武统要以军事手段 那是有没有用军事手段 统一有两种方式 一个合统一个武统 就这么简单 那个武统的话 就是大动干戈 拿军事的实力 来这边做这些进犯 做攻击 这就是武统 那合统的话就经过谈判 这样子 那目前的话是处于延宕 因为两岸分裂已经74年了 超过74年 很清楚嘛 那现在再过个20年 就要两岸分裂就要到达百年了 那这个状况是悬而未决呢 还是继续保持现状呢 还是会有一个终端的解决的手段 那就要看这个整个 包含国际的局势 国际政治 还有这种权力的板块 还有美中这方面的 这种竞争 或者是斗争的状况 所以如果是要 那如果是要走极 终极的手段就是武统 那武统的状况之下 对台湾的进放 有多少的成功率 那成功率如果是百分之百 那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如果代价可以忍受 又有多高的风险 因为战争都是有风险的 那要重设三方面来 第一个是成功率 第二个是代价 代价要多高 我们今天可以讲 可以达到 但是代价太高 还是大家亲而易取 驾轻就熟 是要怎么样 那第三个 那也是有风险的 有国际政治的风险 这个我们可以看 俄乌战争 本来是四天可以结束 现在达到一年六个月 还在如火如土僵持不下 双方都要放话谈判 但是都没有交集 都各有立场 所以没有办法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其中的各种因素 是非常复杂 不是我们三言两语 所能够概括论定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MQ-9A 就是美国军援 美国军援准备要提供 五年一百亿 那一年是二十亿 一年是二十亿 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